在昨天的山楂树之恋首映庆典上 窦霄和周冬雨的表现让人是眼前一亮 不过在随后的媒体见面会上 经营不足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导演张艺谋就现场当起了老师 第一次给别人签名的周冬雨 也随着参演电影山楂树之恋 而正式踏入演艺圈 昨天是他首次在全国媒体前公开亮相 还差三个月才满18岁的他 与记者们的第一次对话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冬雨啊 又想起了剧组 剧组已杀青 你舍不得的 都是啥能具体的给大家说一下 有好多好多 严谨一概 该不了 该不了 小朋友 我是小朋友 我现在 17岁 18岁了 对 然后 对 我也是叫公平 因为我是冬天的时候 它突然就下雨了 对 冬天下雨的时候 不收拾 我家的家很整齐很白 一个人如果他幽默的话是由内而发的 你说之前我敢不敢这样是吗 我觉得这需要一个慢慢热过来的过程 志气未脱的回答 总能引起全场阵阵笑声 也就是凭借着这种原生态 周冬雨从六千多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 出演了进秋一决 但在昨天张一谋爆料 其实当初周冬雨险些被淘汰 我最早看他的时候 第一批副导演拍到了他 但是他的状态不好 好像脸色也不好 所以就过去了 过去了我完全没有在意 后来副导演很好很负责任 他们觉得这个孩子是没有拍好 后来又拍了一次 又拍了一次就跟我建议说 导演其实你可以再看 你再拍了一次再看 我第二次看我就留留很深的意境 相比副导演的坚持 周冬雨一开始根本不相信 幸运会降临在自己头上 甚至以为遇到了骗子 就是第一次通知我去见导演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 提升来骗我的 从对导演的怀疑到第一次出演电影 周冬雨的人生发生了巨大转变 为了拍摄山楂树之恋 他甚至放弃了今年高考 如今又成为新画面公司的 他签约一人 这不禁让人怀疑 他是否要放弃学业了呢 我没有控制高考 然后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难忘的机会 好像是我一生中 比较好的回忆 比较难忘 其实冬雨很早就开始复习了 就等于山楂树停机之后 当然媒体朋友不知道 就停机之后 他已经全面开始来复习 我们给他找到辅导班 去复习文化课 就等于让我去复习文化课 去复习文化课 对 忍心的 于是不禁销的 让我们下期望